食指训工财未见口 自闻对财运有保护的作用 生命线脑线粘贴很长 而且伴有锁链门 从小对家庭的依赖性很强 生命线内侧还有一条关系线 说明和长辈的缘分深厚 深得父母助力 从小的父母疼爱有加 从食指的缝隙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小父母没少花钱在自己身上 后期生命线是清晰茁壮成长 生命线强而有力 说明在祖阴的庇护下 茁壮成长 但是思想和才华方面却有点一般 从脑线可以看出来 缺乏独立思考 比较随大流 出入社会容易被骗 事业线也是模糊不清 所以早年优渥的家庭条件 很难塑造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格 从小依赖性太强 缺乏事业心偏散漫自由 脑线上方才出现事业线 进入婚姻之后 经济压力大才有点上事业心 生命线尾端三角 也是助于晚年疾病的侵扰 女主说以前家庭条件很不错 从额头就可以看出来 额头饱满干净 没有治疤痕的干扰 早孕见好 得长辈关爱 形式美孕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眉头杂乱眉尾细胞 眉头为凌云代表感情 眉尾为彩霞 代表智慧 贵人姻缘一般 也包含和长辈的姻缘 就是说家道中落 家庭助力不多 眼睛露惊恐之色 眼皮也侵扰了田宅工 青年容易动荡 难得大公司做靠山 山根也偏弱 少主见和定理因缘受挫 做事欠自信 畏受畏尾 不过鼻头有肉 鼻门宽厚 中年后财运妄 律师逐渐提升 呼应也不错 只是人重不显 纯薄没浅 重得失少人情味 人缘不好 虎口 虎牙 家全部包尺 一番口舌是非 奴仆工也稍弱一些 晚年 晚辈和下属男主力